小孩 小孩 就在餐廳正中間破口大罵 這位媽媽火氣好大 不斷跟對方理論 怎麼會這麼生氣 1號中午12點多 因為臨桌消費者的醬汁 不小心弄到自己孩子 惹得媽媽不開心 才會當眾發飆 就是好像是有關小朋友的事 就是叫他管好小孩之類的 但那個媽媽就一直罵那個小姐說 你把他醬料破 他一身衣服什麼 同樣母親愛護小孩的情節 也發生在公車上 母親在公車上 自己站著把位子給孩子做 不斷對著他講道理 對兒子做錯事 對兒子做錯事 或受委屈 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但如果在公眾場合 似乎得思考一下 是否應該冷靜一點 告訴孩子該如何面對 以免不良身教 對孩子造成負面影響 記得要換我賣真數 台北報道